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是7月8號 禮拜五了 今天上完班又可以放假了 一樣送給大家三則科技五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我們看第一次 蘋果一直以來都是9月舉辦iPhone發表會 所以大家都知道 然後發表會日期多半是落在什麼 9月的第三週的星期二早上 台灣是星期三的凌晨 那更準確來講 那個iPhone的發表會日期 應該是9月進入10號以後的 第一個星期二 我這個表格你可以看到 其實iPhone 11是9月10號 是什麼 是該月的第二週 iPhone 12是10月13號 它是該月第三週 iPhone 13是9月14號 該月的第三週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iPhone 14 看之前就說奇怪 剛剛不是都9月嗎 沒有 因為iPhone 12因為遇到疫情的關係 所以蘋果發表會有延到10月才推出 不過基本上 iPhone的發表會都是在9月 其實已經不是秘密了 像連導演都知道 導演是閉著眼睛都知道 蘋果發表會是9月 對 你現在有閉眼睛嗎 有 好 那所以呢 那今年代什麼時候 有傳言就說是9月6號或9月13 那老實說 我很認同蘋果人 我覺得也是9月13 怎麼說呢 因為9月6號的前一天 就是9月5號是美國勞動節 那2016年發表會 發表什麼iPhone 7的時候 蘋果就同樣避開的週一 是勞動節的那一週 所以他改到9月16才辦iPhone的發表會 另外原因是跟iOS有關 因為6月WFDC發表以後 新的iOS Beta有近三個月的測試時間 那新版的iPhone推出以後 那新的iOS幹嘛 正式版要同步推出啊 那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推出的時間點 應該是照我們剛剛的推測 包含什麼 美國時間的9月13號 是什麼 發表會 那台灣就是9月14號的凌晨 預購日期是台灣的9月16號晚上8點 上市日期是台灣的9月23號 會正式上市開滿 會不會是真的 我覺得蘋果人的這個答案 那我蠻認同的 但我們到時候還是要等 蘋果發表會來公佈吧 那一樣我們在7月8月 都會有蘋果媒預報 我在蘋果媒預報 會再詳細跟大家來分享 好那講到這個 我們來講第二則 第二則其實跟iPhone14有關聯性 因為京東方出品的OLED面板 傳出有通過蘋果認證 那將在今年會為基本版的 iPhone14系列來出貨 那數量大概今年會有可能 會達到500片左右 儘管三星的OLED的供應料 今年可以達6000萬片 還有LG的Display會出貨2500萬片 還是有差距 但這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購買iPhone14的用戶 有可能會買到 搭載京東方面板的機器 那有一點像是什麼 2015年iPhone6s曾經出現了台積電 跟三星版的晶片之亂 那另外相較於其他的iPhone14 比較不利的規格 包含你也知道 他的正面還是會有瀏海 然後去年有推出的A15的晶片 那今年可能會繼續沿用 那知名的郭大分析師 他自己也講了 蘋果有改變計畫 以後只有在Pro系列 才是會有新的處理器 唉 好啦 我覺得到時候 大家等正式發表後我們來看 是不是就如同新聞爆料將所講的 好 講第三次之前一樣 乾爹解身通訊 這禮拜有什麼活動呢 他們有門市新開幕 華為限量的優惠活動 他們的平板 Mate Pay Mate Pay T 優惠價是2990元 然後華為的Mate Pay T10S 優惠價是5490元 但是他活動門是限量 兩個都只限量三台 所以喜歡的話要自己去搶 另外他們的 7月7號到7月10號的手機活動的部分 是iPhone 12 mini 128G 降價5510元 只要15,990元 然後三星的A53降價5,400元 他是8G的RAM加256級別存空間 只要10,590元 其他的你可以去結論中心看看 另外講到三星 你可以開始知道說 三星一向就是由 標注版的Galaxy S來挑戰蘋果iPhone 對不對 那韓國的媒體就說 沒有三星將全力轉供摺疊手機 那韓媒就引述分析師的說法 他將調降Galaxy A跟S的銷售目標 把焦點直接放在Galaxy Z的摺疊手機上 原因在於因為全球的通膨 對於平價手機的影響 其實遠大於高階手機 分析指出超過600元 也就是大概台幣17,883元以上的基款 在5月份是維持相同的銷售比例 但平價的產品 他則落於什麼 去年的最低的標準 那三星就會想說 那如果高階市場要怎麼跟iPhone來拼呢 那平價的可能就拼不過 所以你看 但他這樣子就影響到他業績嘛 所以目前三星是摺疊手機市場 430最高品牌 所以預計在8月份會推出 三星的Galaxy Z Fold 4 還有那個Flare 4 這兩款新機 那前面Z Fold 4 他展開就可以變平板 然後面主打時尚翻蓋手機 那也有消息指出 在8月10號三星會舉辦發表會 那官方還沒證實 因為邀請還沒出來 所以到時候大家還是盡期待一下 那8月三星的摺疊機 9月就是iPhone 那10月就是Google了 哇 其實接下來這還蠻熱鬧的 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一樣有影片 然後明天的週報 導演你猜一下明天週報是誰 不用是妹子 妹子是不是 對 明天大家一定要看 好 一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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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